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作文辅助系统 双椅对照系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纲 第一个重点题是 第二个单元的定位 第三个课程内容 第四个总结重点 第五个延伸阅读 重点题是 第一个什么是双椅对照系统 第二个双椅对照系统 能解决什么问题 第二个单元的定位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里有三个小单元 那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书写平台的商业模式 第二个作文能力的培育系统 那我们先要讲的是 作文辅助系统 就是双语对照系统 课程的内容 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是 什么是双语对照系统 第二 那双语对照系统 就是中文的句子 连接相同意识的外文句子 以便于借由中文可以找到外文句子 那双语对照系统能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外语学习 在书写外文的时候 常会发生以下的现象 第一个虽然学过很多沟通句型 但是应用时却常常找不到所需的外文句型 第二个想要表达的意思 不知道如何应用外语来表达 第三个所表达的句子 常常不完整或者是不正确 那目前的学习工具呢 没有办法有效的帮助学生书写外语 那我们书写外语的时候呢 它的困难常常是会使用到以下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绘画句型教材 比如说电子词点 那第三个是翻译的软体 那绘画句型教材指的是教材里面呢 依照主题它会提供很多句子 可是呢因为它是书本的 很难查阅到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句子 明明在书本上 可是我们就是查不到 所以它在查阅的效率上呢 比较低一点 那第二个电子词点呢 大部分就是它所提供的句子呢 都是比较单向的 然后电子词点查会词汇也不能够这个组织成正确的句子 那最后一个翻译软体的缺点就是说常常会出现错误 那针对低年级的学生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个翻译软体所产生的外文句子是否正确 那我们的双语对照语料库有什么样功用呢 这个是一个两个语言的对照系统 比如说德中系统 也就是同一个意思的德文句子会去连接中文句子 以便于呢我们查到德文就知道中文的意思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中文可以找到同样一个意思的德文 那双语对照语料库有什么功用呢 第一个就是针对台湾德文系的学生 他可以用中文找到德文句子 或者用德文句子呢 去找到这个德文句子的中文意思 那针对汉学系的 德国汉学系的学生也是如此的 他们刚好就是用德文可以找到中文的句子 或者是用中文的句子 可以知道一些这个中文句子的德文意思 那这个模式呢其实可以多语化 我们针对其他的语言也是可以双语对照 比如说中日对照系统 音德对照系统等等的 那这个系统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学习者能够利用母语 去寻找正确的外语句子 那他的基本概念就是我们连接正确的中文句子 还有他同意式的德文句子 以便于呢 使用者他可以用中文找到所需的德文 或者是外文 那我们这个系统的特色 第一个他就是利用母语判断 所需的句子让学生呢准确的找到所需的句型 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呢 中文对照多语 比如说中文对照英文 对照日文 对照法文 以便提供更多人士使用 那这个系统呢最大的优点就是句子都是正确的 不会误导学生 尤其是针对外语这个低年级的同学 正确的句子更是非常的重要 那最后一个就是由于语料库是双语对照的 那藉由中文的关键字 我们可以找到所需的外文表达 那所以呢借了这个方式呢 藉由这个语料库可以将人脑的记忆功能呢 扩充而使得外语学习呢更有效率 总结重点 我们总结重点就是传统外语学习呢 常常利用脑力去储存这个沟通句型 造成学生呢只是重复所学的某部分的句型 就是他学了很多 可是呢遇到应用的时候不知道用哪一句 再者呢他常常重复他所使用过的句子 第二个就是要所要表达的句型呢 分散在各个课本里面很难快速的查阅 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书本很难查阅 有时候句子呢在书本里面可是却是很难找到 那第三个就是以往呢大多是被动的学习很多外语的句型 但是呢所记忆在脑中的沟通句型呢 并不完全合乎所需 所以应该利用这个语料库 用中文可以找到外文 以便于呢学生可以找到所要表达的外文句型 第四个机器翻译的句子呢 学生要检视一下是否正确 而我们这个语料库呢都是正确的句子 学生可以直接引用 我们看一下延伸阅读 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专利检索 然后这个网子 然后同学呢可以查一下这个双语对照系统 好 别忘了 Crstäج olis 小 49 工 工 工